即使遗憾,也要盛情款待。 台湾人爱去日本,日人对绿客的接待总是笑容与姿态做足,令人春风拂面,淡淡地粉饰了心情。 盛情款待细如其名,体验日本代客之道,也可反思一下,我们心所向往的,仍是富而豪米社会吗? 没有遗憾的人生,一点意思也没有。 杨烈在盛情款待的话,在炸暖台韩清明时节响起,格外有味,因为系列男女主角该有的恋情没有发生,期待的转折没有高潮,旧爱结婚也没有撕心裂肺, 小三放手不泼水不扯发黄能同桌故隐,这氛围,但得令人惆怅,又浓得令人想来杯清酒,一束胸口那快淤结。